好的 那這一次就是值得紀念的 也不能說算值得紀念啦 這一次呢 就是一發入魂挑戰的 第二集 嗨 大家好我是Degasです YO 記得在五月中的時候呢 我拍了一部 新的企劃 叫做一發入魂轉蛋挑戰 可是之後我想了一下 一發入魂或許 不一定要用在轉蛋上面 像是食玩或合玩 我也可以來挑戰一發入魂 在這邊我再跟大家解釋一下 一發入魂挑戰的 條件 並不是指說我買一個東西 一直買買買 買到它整套起為止 不是喔 而是 我今天想要買一套東西 然後我只買一次 假設說它有六種 那我就只買六個 六個打開 如果六個都不一樣的話 那就代表說我的一發入魂挑戰成功 那如果那一次失敗的話呢 我就不會再買同樣的東西了 這樣大家應該比較了解 所謂的一發入魂挑戰是什麼 那這一次我要一發入魂挑戰什麼東西呢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森永巧克力球 那它現在跟卡納赫拉小動物在合作 買巧克力球就會送上面一個吊飾 對 萌萌的小吊飾 它自己講的 好這個吊飾總共有這六種造型 這裡有六個 到底我能不能一次六種造型 都買到呢 就讓我們來 開始我們的 一發入魂挑戰 好 那我們就先來拆第一盒 還不錯耶 我覺得這個材質滿好的 好可愛 先放在這個凹槽裡面 那我們來拆第二個 第二個 我們一發入魂挑戰 再第二個就會失敗呢 還是這一個呢 會讓我們挑戰繼續下去 一 二 三 噢 不一樣的 這是有活力的兔兔 現在有兩種不一樣的了 意思就是說 重複的機率慢慢的提高了 總而言之我們來拆第三盒吧 第三盒 好 希望不要是剛剛開過那兩個 噢不一樣的不一樣的 這個是有精神的兔兔 天啊 現在六種裡面 三種出現了 而且都沒有重複耶 難不成這一次卡納赫拉的小動物 我就有辦法達成一發入魂挑戰了嗎 那也太屌了吧 接下來來拆第四盒 好緊張喔 因為前面就是越沒有重複 後面就越有可能重複 第四盒 噢我現在我連看都不能看 天啊 好 我現在是閉著眼睛的 先給大家看 有重複嗎 沒有耶 第四種 是Piscuit Piscuit 第四個了 我沒有重複 哇 六盒拆四盒 四盒裡面都不一樣 各位知道這機率多低嗎 我也不知道機率多低 總而言之我們現在都沒有重複耶 才第二次挑戰而已 我們就距離 成功 這麼的接近 第五盒 我真的越來越緊張了 第五盒 有重複嗎 一 二 三 啊 剛講完就重複了 連續兩隻的Piscuit 難過 我還以為第二次拍就要成功了 天啊 神奇奇 不管怎麼樣我們來開最後一個吧 如果說這一次就是六個種類 然後五個不一樣 我覺得也不錯啦 也是個好結果 就直接開囉 反正都失敗了 就不要那麼有神秘感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訂閱我的頻道 我明明都會更新影片 只是時間找很多問題而已 謝謝大家 我是屎哥士 掰掰 哇 速度就重複了